字幕制作人 詞曲 曲 李宗盛 好 那如果是要進一步改寫 比方說我們的塗檔很多 都存在某個資料夾裡面 然後它的 檔名也沒有什麼規則 然後一般來說甚至連 副檔名也不同,檔的格式也不同 那我們原則上其實是可以透過 通過OS當中的List DIR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們可以去把 目前所在的這個資料夾所有的檔案 通通把它的,至少都是檔名 通通都找出來 所以像這邊的話 我們把 行號把它顯示 所以我們這邊我們去除了 OpenCV CV2這套件針對其他秀圖的部分 那另外來講我們需要一個套件 OS 就是它的那個系統 所以我們這裡的 FN 這樣的List 我們先把它整個都把它清空 清空 所以就用了方掛弧 那我們需要的 就是在目前所在 這邊的圖檔 像0.jpg 1.png 或者其他有的檔名很長的 那所以我們只要它是在這個DIR 這個 資料夾裡面 所有的檔 點的話就代表目前這個資料夾 那它只要結尾是點 JPG 或者呢 它是點 PNG 我們都透過 Append的方式將它架到 我們這個 清單裡面 所以我們這裡我們就讓它執行 然後我們看一下我們有哪些檔 其實蠻多的 其實蠻多的 那這邊的 排列 我們當然大致 大致可以看到 好 那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看我們到底有 多少 多少 圖檔 在這個資料夾 所以總共有13個 好 下面這邊的話我們當然就是把它改寫成為 壞回圈 壞回圈呢它這個條件回圈 在這裡的話我們就要測變數i 好 那它是 根據這個 歷史裡面的 鎖影子去跑 所以它只要是小於size也就是小於13的話 我們都有辦法去督蛋 那在回圈結束前 記得 你要增量 要增量 這邊我們當然是用壞回圈的方式去改寫 所以 需要注意的 部分 你需要設計變數i等於0 那在條件這邊 因為它是條件回圈所以我們這邊用壞 它的條件只要是 i小於sz 我們就讓它執行 這裡面的一個動作 那這裡面的f呢 我們是根據fn 的di的 檔名 我們去做選取 然後 其他的部分呢 跟 你用 4回圈加 list的做法原則上都一樣的 另外呢 你在結束 在這個 這次迭代要結束之前 記得 你要加上變化量 變化量 i加等於1 你當然也可以把它寫成 i等於i加1 這是基本上是相同的 那我們在這邊就讓它執行一次 好所以有 很多的圖檔 是三種圖檔 我們整個讓它跑一次 整個結束了 那在這邊我們是請 CHAT GPT 將我們這支程式 將我們這支程式把它 化成流程圖 那 做一些些微的調整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所以程式開始 讀取它的 取它的圖片的一個數量 初始化 i等於1 那這又壞了 只要 i小於z 那你就這邊開始有邏輯判斷 如果 不成立的話 你就跳出這個回圈 就在回圈結束這邊 跳出來 那因為它是用 文字去畫的 所以它沒辦法 畫很長的那個 線 畫起來是有點紋 但基本上還是畫出來是 跟 我們正式的流程圖 其實已經蠻接近了 這邊當然是最好是用零形 好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取得 目前的一個 圖片 然後用 透過 cv2.inread的方式去 讀取圖片 然後再 調整圖片大小 等等 然後再顯示圖片 然後 這裡面我們會將 我們的視窗的一個標題 將來更改為它的檔名 更改為它的檔名 那檔名裡面當然有出現中文字 在Python來講當然會有一點問題 我們這邊是都沒有 那 再來就是等待兩秒鐘 然後 再來就是你的回圈 在這次疊代結束前 你記得要增量 好 記得要增量 然後 再來就是回圈結束了 然後 我們將所有的 資源 將它 將它清空 好 所以這個是有關於 whide loop改寫的部分 好 那它這裡它是 提供了 我們其中一張圖檔 這張圖檔 這個當然也是 確決GCT所會的 但是它這張 來講它是比較血液一點 跟真實的流程度當然還是有相當的一個距離 好 那我們就先到這裡 謝謝